时至今日 男生与女生在妆发造型上的界线似乎已经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 对于男生化爱豆妆的接受度 也已经日益提升 而在这一众的男偶像中 还要述华晨宇的打扮最有个性 精致的小烟熏眼影 和可爱甜美的妹妹头 都将华晨宇的精致感最大化 整个人又娇又甜丝毫不输少女半分 妆容个性穿搭有形 难怪总是能轻松吸引住大批人的视线了 之前还是资于头的华晨宇 近日终于将头发剪短 又短又贴得顺毛模样 看着瞬间乖巧了不少 一般要是其他人剪这么短的头 肯定会是又面又硬汗的效果 但华晨宇非常有想法 将超短发改成了妹妹头发型 英气减半柔若美尽显 整个人看着相当有精致美感 再加上本身就很瘦的脸型 阴柔感就更甚了 对于现在的男偶像们而言 可没有什么是不敢尝试的 比女生还精致的眉形和小烟熏眼妆 无形中让五官变得深邃立体 虽然只是若有若无地点坠了一下唇色 但却已经很有味道 一眼歌唱兼精致的妆容尽显 让女生看了都忍不住想要跟着学呢 难怪大家都说爱逗装上镜又好看了 看来这画是一点都不假 男孩子就应该穿粉红色 这画是非常适合华晨宇了 穿上略带荧光感的少女粉套装后 华晨宇整个人看着又甜又酷相当迷人 光感材质在舞台的灯光下盈盈闪耀 让全粉套装都很有层次感 这对于女孩来说都不好驾驭的颜色 华晨宇却是轻松hold住了 也是不得不佩服她的时尚表现力了 难怪能备受时尚品牌的宠爱呢 上衣是翻领夹克 下装是工装裤款式 堆叠的裤腿和高帮运动鞋都相当有街头裤感 但少女粉色和桃心耳环又增加了一些对比反差的味道 让整个造型都更具看点 当然这也要得益于华晨宇的好身材 不然还真是穿不出这般感觉呢 单薄销瘦的身板让荧光套装都不壮硕 即使是遮挡的秘密实实也还是很有少年轻瘦感 一侧是桃一侧是小圆环 不对称的耳环轻松点亮整个造型 越来越瘦的花花偶像气息也愈发浓厚 让人都差点忽视其实她是个妥妥的实力派创作歌手呢 时髦穿搭加上个性风格 想不被她迷倒还真挺难 除了全粉造型很有少女娇气外 华晨宇还尝试过花里胡哨的裙装造型 反戴爆铜帽和油画妆容 都让她俏皮又火力 用丝巾来代替领带 基础款蓝衬衫也变得不一样了起来 松垮细在井间 挑逸又撩人 而这还不够 连外套的选择也非常高调张扬 印花格纹和爆纹的碰撞 火车 银 糾 碌